昨天晚上的時候 穆蘭 咱們秘密翻譯主我 非常的感謝 翻譯完成中文給了我 哎 我一看 某國情貿公文還是很厲害的 所以說兄弟兄 那篇文章就能看出來 我一看中文 我就完全明白了 百分之百共產黨給普恆 給Luke 給Trust D辦公室 給美國法庭 準備好攻擊我的彈藥 百分之一百 而且是共產黨的 但是 戰友們 有一樣 就像Heigen Basen Illibre E.T. 史蒂文文一樣 他都會有痕跡的 你不要以為今天美國的FBI 美國的國土安全部 美國百分之百的 那是不可能的 他只是早晚的問題 什麼時間 誰站出來的問題 所以說 這些痕跡都已經被了解了 特別是他中間引證這些虛假的證據 虛假的邏輯 張官李戴 然後讓你看上去很有道理 但是他把他所有警察辦案子的過程 和那些人 特別是曲國膠抓捕了 他引用了曲國膠 因為曲國膠 就像馬瑞強姦案一樣 永遠不可能到你紐約來 就是馬瑞強姦案已經五年多了 是吧 報案了 藍國傻變成紅國傻了 從紐約到了巴哈馬 到了倫敦 他就是 然後呢 都見了胡舒立 一萬多里都知道馬瑞被強姦了 然後是血流一地 是吧 然後呢 後來是吳征親自到倫敦拯救馬瑞 但馬瑞就不能來美國 因為一來美國就穿幫了嘛 所以他們引用他可控的人來栽贓陷害你 然後呢 關鍵是像馬瑞能跟中國孫力軍那樣見面 能跟中國公安部的副部長見面 警察見面 然後呢 你看看蔚藍的這個取國招也被他控制了 讓你取國招 簽啥就簽啥 讓你寫啥就寫啥 就給你做假證 這才是殷膽之處 但是老天爺會看著 還有個 還要靠實力 昨天這個 咱們有時候太忙了 大一點了 昨天這個某國部門一說這個 哎 文士啊 很有意思 戰友們 看到沒有 不是那麼簡單的啊 那可不是幾個像菲菲秀說幾個老老人家英雄摳帥的 百分之百是共產黨的警察寫的 百分之百是面報銷手寫的 百分之百控制的ZeroH 百分之百這個記者 亞洲的記者 這個是被熊版的 好戲在後面呢 所有的 這什麼 從我們Heigen Basen、Steven Wynn 還有ZeroH 都暴露出來了 你說七哥能讓你造出多少壞人 啊 我是那過去的那個魔法裏邊的最好的那個鏡子 會造出多少壞人 啊 很多人會停著走險的啊 你看著浦恆啊 你看著Luke 一定會啊 不顧一切狂傲無比的 像那個司法部一樣原來 還跟 Basen、Steven Wynn 一樣 往前整 啊 他以為他很了不起 你給小胡文貴算個屁啊 是不是 在這個案子上 種族歧視 種族傲慢 啊 法律腐敗 啊 官僚啊 然後這都會出來 特別受外國勢力控制 你們要誰要相信這個案子 還有這篇報道 未來不會整出來太怪了 你再看今天的報道 和當年2017年5月、6月、7月、8月那幾個月 要把七哥遣返之前 艾利博恩一迪所有走的路子是壹模壹樣的 現在的目的就是讓你藐視法庭 讓你走上破產詐騙 哎呦 後害怕呦 我們該咱了 新一天直播